瑪雅 一個失落的神秘古文明 瑪雅人對時間的認知 遠超過現今人類所能想像 瑪雅連力透過星體運行周期來運輸 準角度升過現今科技 根據瑪雅長力 現時人類正處於第五個太陽紀的末期 再過不久 地球、太陽和銀螺系中心 將會連成一直線 這個相加二萬五千八百年才出現一次的現象 正是瑪雅長力的終結 亦被瑪雅人形容為第五個太陽紀 人類文明的終結 那天就是西曆2012年12月21日 科學家無法理解瑪雅人高度文明的由來 但是聖經卻讓我們知道 這是瑪雅人和墮落天使的交易 是瑪雅人用他們永恆的生命 援取對星貧創造的認知 一場令人認識的交易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萬物都有定時 瑪雅文明忍著了超過三千年的原迷 正在星貧創造 命定今天這個超貧世代 透過聖經 將謎題 滑熱決死 在開始之先 我們一起鼓掌多謝神 感謝神 我們現在已經在馬雅年曆的part 2 開始說 其實柏雅和part 2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柏雅和part 2有什麼不同呢 柏雅主要是講一些歷史事實 講一些某一些文化當中 他們出名的原因 外邦人為什麼看起他們呢 為什麼2012會這麼叫座呢 或者這麼多人會講這個題目呢 我們身為基督徒 如果我們在這個時代 當中要成為帶領者 沒有可能我們不知道 等於沒有可能就說 你信了主 中學也不讀了 大學也不讀了 這個世界沒有這麼容易端的 但我想你知道 馬雅年曆的教導 將要是超越中學大學的課程 的一種智慧和知識 所以我們身為基督徒 我們要在這個時代當中 成為一個帶領者 或者執政教會的話 沒有可能這方面的知識 我們一擁不通 沒有可能我們埋在沙裏面 自立為華說我們最厲害 我們不需要知道 沒有可能 因為外邦人不會領這個情 外邦人不會聽這句話 所以你會看到未來的日子 肯定有很多的基督徒 會被外邦人說 你這麼差勁 或者你這麼無知 你一無所知 對這個時代 肯定有很多基督徒 將會是這樣的光景 但很明顯一定不是我們教會 所以我們在Part 1 將很多的歷史事實 知識 裡面為何馬雅年曆是他準確的理由 他有什麼準確 我們都一定要知道的 這些歷史事實 然後在Part 2 我們進入去 就去看回我們現時所說的科學友 最重要我覺得最合乎科學的就是聖經 誰覺得最合乎科學是聖經 所以我們會用最合乎科學的聖經 去跟大家去看 我們用Bible Code去看 關於我們現在馬雅年曆 在這個時代當中 甚至是怎麼看這件事的 基督徒應該以什麼態度 以什麼智慧去看的 或者為什麼我可以立論馬雅年曆 這些跟他們說的 是道律堅士 有很多這些 我們都可以從聖經的觀點 去看回這些出處的 其實如果我們用科學去看 這次我想跟大家有七點分享 關於七點從科學裡面的理解 除了歷史上 證明馬雅年曆所說的 合乎 真的可以說 一個科學嚴格的批判之外 其實他們關於現時我們用科學去證明 都證明馬雅年曆所說的 將來近這兩年所發生的事實 現在我們看這個圖 其實很有趣的一件事件 就是我們現在看這個圖 這個就是現在太陽的活躍程度 過去你會看到這個圖 其實是由一萬年前至今時今日 太陽的活躍程度 但如果你看看紅色這裡 這個活躍程度 現在我們看到是最高峰期 但問題是這個高峰期 按著科學看回 真的無考不成書 他就是跟馬雅年曆所說的 歷史上所說的 就跟上次亞特蘭蒂斯毀滅的時候一樣 那時候太陽的高峰期 被記錄下來的時候 都一樣是這麼高的 那為什麼又這麼巧呢 所以如果在科學裡面 似乎馬雅年曆所說的 一個文明會毀滅 而並且這是一個循環 而並且循環的時間 我們現時只用科學裡面 我們看到 都已經證實了 而事實上 就在短短這段時間 按著它所說的超頻的時間 短短這段時間 我們看到火山的活躍程度 很明顯是幾何級數的上升 因為如果我們對比 1875年的時候的火山 的活躍程度 其實我們今時今日 已經多了五倍了 按著現在全世界海洋的水平線 亦是有升無跌 講到關於全世界的溫度 我們看到這條線星 一樣是有升無跌 我們講到全世界的旋風 龍捲風、巨風 一樣有升無跌 我們講到全世界的自然災害 都是一樣有升無跌 究竟我們這個時代發生的事情 是否真的有人已經預言了 而很準確地估計出來呢? 當然也是因為這樣 我們看到現在我們經濟的損失 都是一樣的 這幾年有升無跌 你會看到原來按著馬連 我們最近這十幾年 開始超頻的現象 根本全世界已經證明是真實的 這種超頻就等於微波爐 如果我們看到地球 九大行星 它們暖化 它們所出現的現象 都已經證明我們根本是一個超頻的時代了 在我們之前所說的這些不同的火星 九大行星暖化 它們的冰的溶解 它們的光度增強 它們的能量增加 都證明所有行星都是給一個頻率 去吹谷它們從星球裡面 產生更多的能量 更多的磁場 更多的光度 更多的溫度 實際上現在這個圖 你會看到 是將兩個時段去對比的 一個就是1985年的時段 海底的溫度 就是下面這個 我們看到 越紅色就是越高溫的 但問題是我們看到海底溫度 在14年之內 1999年就是上面這一段的溫度 我們看到海底的海藏的溫度 是更加高的 很明顯就是 只是我們深海裡面 已經證明給我們看 就是我們是由地球裡面熱出來的 這就是可以說 現時所有科學家都不敢說 不敢承認的一件事 它只是不斷說全球暖化 因為二氧化碳 有這麼高說到這麼高 說到大氣層那裡 是因為那裡而導致我們地球熱 但是沒有可能的 沒有可能在地底裡面 導致我們海底的海藏的溫度 竟然比水面還熱 是沒有可能的 如果不是地球內部的溫度 散生這種劇變的話 因為你知道所有的對流 都是熱的水 或者熱的氣流 是怎樣的 是向上升的 所以沒有可能我們在海面熱 但是海底為何會比海底熱 沒有可能的 溫度根本沒有辦法可以落到海底的 而實際上我們根本在現時 短短這段時間裡 每一年都看到更多天災人禍 我們看到譬如舉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看到除了很多天坑 已經出現了之外 你有沒有留意在最近 逢避這些黑色暴雨 或者這些狂風暴雨 這些暴雨已經產生的這些洪流 已經出現了一件事 就是很輕易去沖爛很多這些城市 他們的路 他們的地基 他們的建築物 他們的建築物會直接倒塌 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原來這些水 不單止是製造天坑那麼簡單的 這些水連路面上的建築物 都很容易地將他們的泥 他們的沙全部沖走 所以現在你會看到 越來越多暴雨產生的地基 路、橋、建築物是毀壞的 這些新聞你會發覺 以前不是的 以前不會說一次黑色暴雨 一個城會損失二十幾億 就是因為他們的路和橋受破壞的 以前從來沒有的 現在每次說洪水 每次說水災 你看看他們會多了另一部分的新聞 就不只是水浸